他要做鬼才可能在那裡 他如果不做鬼 他就不會留在墳墓那裡 或是排位那裡 人命清靜 持久之望年 生命天使 緣命持久 不斷處望年 接下来请收看佛心花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以花朵本身它凝聚了天地之间的一种灵气 所以很少人不被花的美所深深的感动 所以我们这一集是以听见花开的声音 去提醒很多人能够用一个很细腻的心 很敏锐的心去接近大自然 因为我们现代的人都被很多的3C的产品所约束了 那几乎眼睛、耳朵、鼻子都看不到花开 听不到花开的感觉 也嗅不到花香了 所以我们藉由这次的这个节目呢 也很希望能够提醒很多人 对于周遭环境美的事物的一个关注 那今天呢 我们首先先来欣赏一下 我们要使用的这个花器 那各位爱花的菩萨可以看到呢 今天我用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创作陶 那这个陶呢 它本身是很有意涵的 因为很多的陶艺家呢 他在做一个陶艺的创作的过程中呢 他都希望呢 能够赋予这个陶艺更好的一个生命 不是只是一个陶艺的作品而已 比如说这件作品呢 陶艺家给他定了一个名字叫做鹰 就是老鹰的鹰 那各位可以从他的这个造型 就可以感受到 他非常细腻感觉的 去把鹰的一个神情 抓在这个瓶口的部分 所以他以那个鹰来做 这一个花器的创作的一个理念 那在欣赏这个花器的过程中呢 那我们来做一些创作 好 那在这个花器中呢 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材料 我们称它为杜鹃羹 那我们提到就是说 其实大自然中呢 不只是花朵或者是枝叶的一种美 或者果实成熟的一种美 那各位阿拉菩萨可以看到 当我把这一只杜鹃羹这样拿起来的时候 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杆材 然后杜鹃的根部 不是长在地面上的 这个羊的部分是漂亮的 其实它长在地底下 土的部分也是非常的美 好 那我把这个质干呢 把它卡住 卡住在这个陶艺的这个创作上面 那各位阿拉菩萨就可以感受到 藉由这个花器跟这个杜鹃羹之间呢 就形成一个很美的 这个空间的一个感觉 我自己觉得 能够从事这个花艺的创作工作 还有这个教学工作 都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报 因为你可以呢 欣赏大自然中 各种的花草植物 各种美好的事物 好 那再把这个作品把它定下来之后呢 各位可以看到 我目前用到的这一个 这个雕塑的这一个陶艺品 然后再加上这一个杜鹃的根 它本身都是属于一种干柴的一个应用 那干柴呢 它需要有一些 师柴之间跟它做一个很美的一个搭配 那各位阿拉菩萨接着看 欣赏一下 我手上有一只这样的一个 这个白色的 非常纯洁的一个花 那这是大概两天前 我在我的阳台上看到 阳台怎么开了一朵这么美的花 那我就把它剪下来 不过这个花我一直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 后来查了一下它叫亚马逊百合 应该是这些年来 我们把很多国外的植栽 就是从盆栽上剪下来植栽它 引进到台湾来很多很美的花 那这个百合呢 它感觉上非常的干净洁白 好那我把它作为这一个作品 主要的表现的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花呢 就是今年累月的 只有叶子没有看到花 那好不容易那天 我走到阳台怎么看开了一朵这样的一个花 好那因为这个花气本身很深 那我们在做这个花气的这个创作的时候 可以有两个方式 比如说我可以在下面接一个枝梗 这个枝梗 那我接了这个枝梗之后呢 它就可以把它固定放进去 这样下去 我们看看高度会不会太高 好因为 好 好这样子 然后把它放进去 好那 好我再让它低一点点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希望呢 这个百合的空间跟美感 大概是在这个区块的地方 这样子比较能够表现这个百合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再让它稍微的降低一些些 好然后我运用刚刚我用的那个枝 慢慢的把它穿进去 好那它除了穿进去有一点支撑的作用之外 它也有让它更加挺直的一个感觉 好那我用这一朵亚马逊百合 做它的主花的部分 好所以这个花本身呢 它具有一种造型的感觉 但是也有性向的一个味道跟感觉 好那我接下来呢 因为因为这一只亚马逊百合的关系 我用一点点的这个比较自然的蕨类 自然的蕨类 因为有时候我们叉花特别的喜欢这个很自然的这一些材料 好那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呢 我自己有种很多这个很自然的这种蕨类 好然后呢我把它这个蕨类拿来跟这个亚马逊百合做一个搭配 那这个亚马逊百合本身它的花开起来挺美的 但是它的叶子呢不是太太漂亮 好但是因为我这个花旗本身呢 它的洞很小 那我如果要运用这一片 这片蕨类把它放进去的话呢 各位阿华菩萨可以看到我这样也放进去 这个作品就非常的有齐趣 但是呢这个这个根呢它很粗 所以我要用一个铁丝把它做一个固定 那我找了一只比较粗一点的铁丝 是18号的铁丝 我把它这样弯起来 然后把它绑紧 然后需要把它捆紧一点点 因为呢这个蕨类本身呢 它是不需要吃很多的水的 然后因为它这个很粗的这个根部呢 它已经吸了很多的水分在里面 所以我可以让它有一点点从中间挪肉的感觉 然后我把它把它捆紧一点点 利用铁丝的这个部分 把它放进去 放进去 放进去 然后用这个叶子来襯托我这个亚马逊百合 好 那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感觉 把它固定一下下 那这个蕨类呢 它就可以很清雅的去襯托这个百合的感觉 这个百合非常的宁静优雅的一个花材 好 那还有几支的这个蕨类 特别的 有野趣 因为这个陶艺 陶艺品本身呢 它也很有它的这个特色 所以我就不要用太多 太人工化的感觉的花材去擦做它 好 然后我慢慢的把它 这样一支 像这个都是好美好美 而且很有很有那个自然野趣的一个味道 因为有时候很多人在欣赏花的时候呢 他会特别的喜欢这种很自然野趣的东西 好 我再用一支铁丝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好 让它把它绑起来 把它固定一下 然后呢 再把它擦到这个 用铁丝的力量 让它擦到这个洞里面去 好 因为这个花材本身呢 嗯 它的洞很小 所以我们需要应用一些技巧 好 然后我现在弄它之后 我发觉它会有一点点洞 那我再用一支 18号的铁丝 好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一下 我把18号的铁丝这样子折一下下 好 那我们要剪很 就是我们要剪很粗的铁丝的时候 各位阿拉布萨可以看到 我刚刚用的是 剪刀的尾端的这个缺口的地方 来剪它 这样比较不会伤到剪刀 好 那我把两支 这个也是一种 我们平常在插花的时候 学习怎么样去定支 好 我把两支之间把它夹起来 然后 用铁丝的力量把它固定住 好 那我们再调到我们喜欢的这个角度 所以我们说呢 插花式可以 培养你很有耐性的 好 那你就把这个 直接形成一个 蛮特殊的一个造型跟感觉 好 去衬托它整个 作品的一种 很具有自然的一种 风情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 我再下段呢 再加一点点绿色的叶子 去衬托这个 亚马逊百合 因为它 既然叫做亚马逊百合呢 我在想说 它应该也是生长在蛮原始的地方 好 然后我在下段的地方 加一点点叶子 好 不过在加叶子之前呢 我想到了 我叶子不能加太多 因为它的那个孔洞非常的小 所以我必须要再 加一点点 我要想要运用的花 比如各位阿卜菩萨 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有这个 我们称为 松虫草 松虫草 这个花呢也是 非常的可爱 非常的可爱 然后它颜色是淡紫色的 感觉上很浪漫 那 而且它 感觉也蛮耐的 然后 我们在插花的时候 很喜欢它 好 那我把它稍微的 走一下下 那 我刚刚为什么 想到要先把这个 松虫草加上去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松虫草它的枝梗比较乱 那如果 我把别的花材 加得比较多以后呢 松虫草的枝梗很乱 就插不进去 插进去以后 它就会受伤 那受伤呢 这个花就会比较不耐 所以 在雪叉花的这个过程中 也是训练一个很细致的心 去感受 所以有花草植物之间的一个 刚柔软细 然后 前后次序 这个也是一种 学习秩序的一种美 好 我再加一枝松虫草 因为 这种 雕塑品呢 它本身 最主要的功能是 做来观赏 观赏的 但是 因为呢 能够有这样一个雕塑品 来做花艺的创作呢 其实是一件很棒的事 好 我大概 准备用 三枝 好 再一次 好 那我们常常说 縫头指枝不入轻功 就是各位看到 一般来讲 这个松虫草它本身呢 它很直 很直 那我们就必须呢 可以把它稍微的 用手 然后去把它掰一下 让它有一点 形成这样的一个弧度 好 好 那我们再把它 放进去 用三枝的这个 蟲蟲草 然后学习插花也是一种很慢火 我会发觉呢 我们现在很需要 一些慢火的艺术来 调整我们的生活品质 但是这些免在 教学 花道查道的过程中 就会发觉呢 嗯 这一方面 好像一直在没落了 虽然知道 这个慢火的重要 但是一般人呢 都已经 缺乏了这种心情了 好 那我 把三枝的这个 松虫草 放上去了 好 放上去之后呢 我用一点点的 绿色的植物 像各位阿博博草 现在可以看到 我手上的这一些 某类的植物呢 它本身就比较有 硬度 比较有硬度 然后有硬度呢 它 在擦的时候 它就 比较容易擦的进去 那如果我现在 再来放松虫草呢 就会发觉 我的松虫草 太软了 放不进去 好 我用一点点 绿色的植物 把它 衬托一下下 就是收它的这个 鸡盘的这个地方 让它下段 嗯 古人讲说 插花药 一重鹿起上处下翻 就是 就是集中的那个力道 是一种 插花非常重要的 迷学跟观念 所以我把它 插花 在这个部分 加一点点 绿色的 然后把它 衬托起来 好 把亚马逊 来和 指甲稍微跳一下 好 好 那 那 我们来欣赏一下 今天的 这一件作品 我再加一个 红色的小 小果实 好了 因为 我发觉这个作品里面 加点红色的小果子呢 也会产生另外一种 很奇趣的感觉 那这个小果子 它叫做 火龙果 火龙果 然后 这个小果子呢 加在这个角落的地方 会感觉呢 有一点点红色的 效果 好 感觉效果更好 好 好 这件作品呢 是以这个 鹰的形状 作为主要的一个 构图 像现在 整个天空中 已经看不太到老鹰了 因为 使用了太多的农药的关系 所以 对于老鹰的 下一代的繁殖呢 产生了很大的一个障碍 好 那我们藉由这个 音量这件作品呢 也去体悟到 我们要怎么样 爱护 大自然的万物 随着这个 整个环境的一个变迁 老鹰的存在 也越来越艰难了 以前住在山里 一大早就看到 老鹰在天空中飞翔 那我觉得近一年来 就已经看到的 越来越少了 所以今天就有这个 阴阳这样的一个 作品 那提醒我们 对于大自然 万物的一种 爱护 然后跟珍惜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第二件作品呢 各位爱花菩萨可以看到 我前面有一对 这样的上右的 这个我们称为 君瑶的一个色彩 跟这样有一点点淡淡的一个 轻齿的一个色彩 两个形式是一样的 但是右色不一样的一个花戏 那我今天呢 那我今天呢 手上因为有一支很美的这个 梅花 那我想说 用这个梅花来做 这个创作 所以我早上一直在想说 应该是哪个古铜瓶来擦呢 还是比较有古意呢 还是要用一个 新的花器 不过我觉得 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 那很多人会很喜欢一些新的 时代的一些作品 比如说 你看前面这样的一对 这个陶艺的作品 那陶艺家呢 他们会也希望能够 让一些年轻人能够 喜欢这个陶的艺术 所以他们就会做一些 比较现代感的一些花器 那我觉得这些花器呢 我们也要去善用它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还是用一个 比较现代感的花器来擦它 我们常常形容梅花呢 疏隐狠斜 所以呢 一般擦美的时候 如果能够像这样 以狠斜的方式来擦作 是最美的 所以林何俊她有一首诗呢 她说疏隐狠斜 水清浅 暗香浮动 月黄昏 她形容就是梅花的一种优美 好那我把这个梅子呢 稍微的折它一下下 折一下下 让它有一点点角度 当然有时候我们要 我们 像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我会当学员们 先上一下下铁丝 但是呢 如果说您的技巧上够的话 你可以控制到它力道非常的好的话呢 其实是可以不要 不要去上铁丝的 好那我现在 把这个梅汁呢 各位可以看到 艾瓦菩萨可以看到呢 这个梅汁 我把它剪掉一些些 那为什么我把它剪的这个样子呢 那最主要的原因是 因为它这个现代陶呢 它的瓶口非常的小 非常的小 它只有小小的一个口径而已 那如果我不把它剪掉的话 这一支梅汁的粗度 它是放不进去的 所以我必须要把它 稍微的剪掉一些些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呢 这一支梅呢 是今年早春非常美的一个梅花 有时候 它这个枝干呢 稍微 挫中了一点点 但是还是 觉得很美 那 这一支梅花 就让它有一点点这样 平出的角度 这样子把它 擦过去 好 非常的美 那我刚刚自己在剪那个梅汁的时候 就觉得 哇梅 不只是 这个花苞的那个清香优雅 各位阿博菩萨可以看到 现在开了一朵那个梅花 然后你会发觉 它的那个花蕾呢 非常的有力 所以我们说 梅花呢 参风引入了一整年 吸收天地之精华 然后最早春的时候 小汗的时间把它盛开出来 虽然才开一朵 但是你可以感受出 它那个清新洁白 而且芬芳的感觉 这两天 我们在擦这个作品的过程中 就闻到整个屋子都是香气 好 所以我用一点点 有一点点 疏影横斜 这样的一个角度去擦这支梅 好 那接下来呢 我来选择一个花来搭配它 好 那那个 我想 在这个地方呢 把它加 另外的这个花器上面呢 加一点点的这个松枝 一支的松枝 但是这个松呢 我希望它是少少的 好 那这个松我也是把它折到 几乎是 90度 好 我让它稍微再少一点点松枝 好 感觉上更加的 更加的清雅 好 因为 这样的一个擦法呢 它是蛮有意境的 很有很有禅意的感觉 好 我把它稍微的 好 让这个松枝 有一点点 一点点的 互相的一个交错的一个感觉 好 那各位可以发觉到 那个当把这个绿色的 这个松上去之后呢 整个那个气质跟味道 又有一些些的不一样 好 那 在这么优雅的一个 嗯 花的这个空间里面呢 我来选用一朵山茶花 来做它的主花 好 那 这一朵粉色的山茶 也是今天早上 花园刚刚开的 一朵小山茶 虽然 它还没有办法达到 我们所谓的 很淡瓣的感觉 试一下这个山茶 这个山茶呢 我把它的花形再调整一下下 因为它还没有完全开开来 好 我让它一点点的 嗯 好 一点点的 把它稍微的 好 让它一点点 微微开开来 好 这朵山茶还没有 嗯 算是最 就是那个 花蕾的感觉 还没有达到它 最饱满的一个地方 好 不过 还算OK 我试试看 好 好 好 我把它上一支铁丝 让它弧度更加的美 所以 好 我现在用的是 22号的铁丝 好 我把它缠到一下下 然后我找到一个最适当的一个角度 好 把它弄到它 因为这个花瓶的孔呢 它也是 非常非常的小 所以 只能插小小一朵的花 那也因为这样的小跟 简单跟优雅 所以 更能够表现 这个花漆的特色 好 我把这个 再用一点点松针 抽它的这个 下段的这个地方 好 因为它那个 嗯 花漆 是 很 口是很小的一个 好 我用这个 铁丝呢 把它固定一下 虽然小小的一盆花 但是你还是要 很有耐心 然后很细心的 去 去 对待它 所以 好 那我在这个 梅汁的这个 三茶的下段呢 用了一点点的这个松针 好 那用了松针之后呢 我希望这边 能够再加一小只的这个 松针的感觉 就是 让那个出口 不会是只有 一只梅而已 所以我再加一个小小的松针 收那个梅的这个 入口的这个地方 OK 好 那我们来欣赏一下 我们今天的这件作品 这样的 在早春盛开的一只梅花 好 然后呢 用一个非常清雅的三种花 就是以梅 然后松跟山茶 三者合而为一 好 然后 我们 藉由 各种 花草植物的一种 优雅内在的一个心性 然后 让我们在观花赏花中呢 也去提悟植物的 所散发出来的一种气质跟美学 那 愿慈香滑 片满十方 供养山宝 富华龙天 普新众生 共入佛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它们的中心 它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 误持救护